有一对兄妹跟着八十岁的阿嬷相依为命 三个人就靠着面谈的生意维持佳绩 好在呢 这对乖巧的兄妹 除了上下学的时间 都会陪在阿嬷的身边 鼓面谈 打理家务 不只如此 优秀的她们 成绩也是名列前茅 妹妹的成绩由于甚至还入围了 今年的总统教育奖 好几分来就做地图迅速 想请就熟 乖巧董事的于轩 从六岁开始帮着阿嬷顾面谈 将吃苦当吃苦的模样 让阿嬷看了心疼又窩心 其实于轩爸爸迎禀过世 妈妈离开家庭 于轩和阿嬷哥哥三个人相依为命 靠着面谈生意维持生活 或许辛苦的一切历历在目 让于轩觉得自己应该更坚强懂事 每天五点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帮阿嬷整理好面摊 处理好面摊的杂物 盯着阿嬷乖乖吃药才肯上学 不过虽然辛苦 她没有花费学业 往到成绩名列前茅 甚至入围今年的总统教育奖 为什么要帮阿嬷做这个事情 让阿嬷很累 一点点小心愿就希望阿嬷不要太累 于轩说自己不觉得辛苦 因为阿嬷身体不好 相信自己的力量 好好孝顺阿嬷 一点苦一点累 怎么比得上阿嬷的细心照料 记者马日文周末和王玉成 评论报道